今天用这两个东西来测量一下我家三轮车的电瓶容量 好不容易拆开了嘛 有的朋友说这个容量三十仪经常用 为啥没见到你用这个呢 这期视频就用到了啊 看看吧 以前放电我都是用这两个灯泡 24V 100W的灯泡 这个网上有的是啊 这是汽车大灯上用的 我买的时候是7块多一个 我买了两个 这次电瓶车电压超过24V了啊 50多V 就是这两个灯泡串联起来 24加24才48嘛 也不行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用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是和这个容量测试一块买回来了 但是这是第一次用 咱们看一下 这个电阻呢 是500W 20欧正负5% 就是这两端是20欧 然后中间这个处点呢 是可以来回调节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组织是可以在20欧之内来回变动的 现在是中间位置啊 也就是10欧左右 它一共是53圈这个电阻带 那么每一圈大概就是0.37欧 假如说我电瓶是50伏的话 现在是10欧状态 那么通过它的电流就是50除以10 就是5安左右 那么能不能把这个电阻调小点 让它电流调大点呢 比如说把它调到三圈左右 三圈左右大概就是1欧 1欧的话 50伏除以1欧那就是50安 可不可以这样呢 这个不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啊 功率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电阻有了 功率也有了 算出来电流就是5安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啊 这个电阻丝上啊 可以通过是5安的电流 你超过5安的话 有可能会循环 这个电阻呢 它分莫来石管和陶土管的 这个有啥区别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我这款呢 就是莫来石管的 这个价格要贵一些 下面呢 咱们就去测容量 现在充电器 你看绿灯亮了 已经充满了 充电器拔掉 咱们把容量测试仪 通上电 通上电之后 看亮了 亮了之后呢 直接夹子输入端 接到电瓶的总的正负级两端 夹上去 看一下现在电压53.6伏 应该是56伏左右才对啊 这个充的不太满 看一下我设定的 设定的最低 就是42伏 它就会截止 就是停止 最高的设置是56伏 咱们现在把夹子夹上去 开始放电 然后按一下 按一下就开始接电器导通 然后开始放电了 现在放电电流4.9安 看现在电压51.3伏 刚接上又降了两伏 咱们看最后结果吧 现在你看这个电阻这块非常热 手不敢碰 比较热 再过一会儿你看 现在变颜色了 这边明显发暗了 看到了吧 那边是翠绿 这边是暗绿色 因为是发热嘛 看一下现在才几分钟 才四分钟 它就变色了 镜头里看不出来 现实中能看到好像冒烟一样 就是那热浪 这是又过了一阵子 看时间 三小时53分 现在电压是47.2伏 这是我下午又来看了 你看 22% 现在已经5小时47分了 还有现在电压是45伏 这是第二天早上 看电阻颜色已经变回来了 这早都停了 看一下最终结果 28.64安时 这个电阻 我看凉了之后 颜色又变回来了 我这个电池是去年换的新的 是32安时的 这个用了一年时间 现在是不到29安时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